深夜 这女孩下楼上厕所 可回过头 竟发现一只老虎 从楼下走过 她瞬间寒毛直竖 连忙躲到楼上 她想打电话报警 但忽然响起 手机放在了楼下洗衣房 女孩又打算翻窗逃出 可就连所有窗户都被木板封死 而弟弟还在房间 她连忙跑去找人 哪知翻开被子一看 弟弟不见了 找遍整间房 都始终没见到对方 现在 女孩必须拿到电话 摇人求救 她趴在门边平住呼吸 听着外头有没有动静 接着便悄悄走下楼 没走一步 就靠在墙边当作掩体 担心着被老虎发现 随后 女孩成功进到洗衣房 拿到了手机 然而现在正处飓风来袭 救助站忙的不可开交 要想拨通人工电话 现在都根本排不到她 女孩又打给继父 但对方正在酒吧嗨皮 电话压根没接 女孩都要哭了 没有人来救 患有自闭症的弟弟还不见了 就在她躲门边呼唤弟弟时 老虎的影子都已出现在面前 她瞬间紧张起来 急匆匆地跑到大门 结果不仅窗户被封 就连大门都给钉死 不管她怎么用力顶撞 厚重的木板都根本撞不烂 女孩这时才忽然惊醒 早上继父提到 由于飓风要来临 所以她想加固下门窗 以来抵御飓风 却不曾想 她说的这个加固 居然是直接用木板封死 但还没来得及过多思考 老虎就听到声响 正快步逼近 女孩连忙躲回洗衣房 踩在机子上 想从窗户逃出去 几番拍打过后 她发现木板一脚有个空隙 说明求生机会竟在咫尺 她赶紧拿来电运动 往木板猛地连砸 可这时 老虎已经在走廊 不停地冲撞房门 危急时刻 女孩拿上手机 爬进了旁边的管道 下一秒 脆得和纸一样的房门 就被老虎撞开 女孩也给吓得 将手机摔到了地上 这下 她该如何是好 女孩躲在狭窄的管道里 脚下还有只饿了14天的老虎 她吓得大气不敢喘 冷汗直飙 手脚死死扒住管壁 哪怕已经酸到发抖 都压根不敢松手 否则 就要成为老虎的盘中餐 就在这时 地上的手机响起 是警察打了过来 可老虎见了 直接就一脚踩碎 而女孩就快撑不住 开始不停往下滑 结果一颗汗水顺着管道 滴在了地上 老虎上去舔了舔 掌握了女孩的体香 下一秒 她就抬头往管道看去 女孩的眼神瞬间躲闪 可老虎却也奇怪地 放过了她 女孩肾上限速直飙 双手双脚不停扣住管道 拼了命地往上爬 老虎疯狂跃进 今晚不吃到她 都绝不罢休 但没料到 女孩居然从管道上方爬了出去 成功躲过一劫 她体力透支 跪在地上不停机喘气 可当她抬起头时 乖倒 找半天的自闭症弟弟 居然就坐在浴室 为了防止对方忽然发病 将老虎吸引过来 女孩小心谨慎 带着对方去到房间 想让其玩下网络游戏分散注意 但由于飓风天气 家里断网了 谁知这时 老虎又在门边 不停地冲撞房门 女孩立马抱起弟弟 躲到床铺底下 并将香水洒在地上 以来掩盖气息 紧接着 老虎冲过房门 在屋内搜寻着两人 还跳到床上 差点压住了他们 但紧接着 女孩环顾四周 老虎不见了 难不成 是出去了吗 女孩立马打开小门 带着弟弟冲到客厅 举着桌子 对着大门的木板奋力撞击 可木板太坚固 她还是撞不烂 崩溃了崩溃了 女孩人都崩溃了 但她迅速恢复理智 赶到厨房找出生肉 再拿来安眠药 全都包在生肉里 接着就将分好的安眠肉 通通丢在地上 以此让老虎吃下 可吃是吃了 这药效发作有点久 老虎还是紧紧追了上来 姐弟俩躲进杂物间 藏到了衣柜里 此时老虎就在面前搜寻 女孩紧紧盯着 却还是跟她对上了眼 鸡肠碌碌的老虎 口水都不停直流 女孩来不及思考 连忙转身 往身后的木墙砸去 一下 两下 三下 再回头看时 老虎已快将衣柜咬烂 好在 木墙被破开 女孩立即将弟弟抬出去 可她自己 却还是被身后的老虎抓上了右腿 但好在洞口过于狭窄 庞大的老虎根本钻不过来 随即姐弟俩躲到书房 女孩便用衣服 对伤口进行了包扎 乃至她忽然发现 地上有张保险单 上面白字黑字写着 被保险认为姐弟俩 而受益者 则是继父 女孩这才恍然大悟 继父为了骗这保险的25万 居然想借老虎之手 伪造成意外 杀死姐弟俩 因为她开办着小型动物园 所以这些猛兽 都能轻松搞到 但女孩绝不能让其就此得逞 她连忙找出手枪 决定和老虎决意死战 女孩躲在角落 身后正走来一只老虎 等老虎经过身边时 她连忙举起枪 将枪口对准老虎 结果扣下扳机 完了 有颗空弹 老虎立马反应 冲着她猛地追来 女孩躲在桌底 而眼前的客厅里 自闭弟弟正坐那看着电视 老虎嗷嗷地低吼声 就在她耳边不停缠绕 趁着老虎跳上桌子 女孩连忙走出去 关好饭厅大门 她想拉走弟弟 却不料 老虎回头看到了两人 下一秒 她就猛地一跃 撞碎玻璃门冲了进来 女孩赶紧将自己当诱饵 将老虎引到了厨房 眼看老虎跳上灶台 她就立马拧开火 想来个火烤壶掌 可老虎不仅没啥事 怒气直到是飙升了 女孩赶紧躲到洗衣房 用货架堵住门口 接着不停撞击 封住窗户的木板 挤下过去 木板被成功撞开 而她也在老虎扑上前 顺利逃出了屋外 此时飓风来袭 外面震雷雨交加电闪雷鸣 女孩本想开车去搬救兵 但她想到还在屋里的弟弟 万一这一曲 两人就此阴阳两格呢 女孩不敢犹豫 还是鼓起勇气 重新回到了屋内 她四处寻找着弟弟 终于在一处 墙体破碎的角落 找到了对方 接着她带着弟弟回到楼上 利用酒精夹布料 自制了一根火把 就在两人来到客厅时 老虎搜地跳出 女孩立即开枪 但也仅仅是擦伤 老虎依旧啥事也没有 眼看她步步紧逼 姐弟俩退到了厨房 接着女孩让弟弟躲进冰箱 她则用火把暂时抵住老虎后 也跟着躲了进去 女孩死死抓住冰箱门 不让老虎进来 直直一夜过去 等她开门时 老虎已经不见了踪影 而此时 继父举着猎枪 回到了屋子 她是为姐弟俩收拾的 却没料到 两人还活得好好的 继父很是震惊 便漫不经心地关上门 说着有的没得废话 女孩请求她 放姐弟俩出去 继父摇头拒绝 结果下一秒 老虎就忽然扑来 享用起继父这美味的早餐 最终 姐弟俩成功逃了出去 由此看来 世上最恐怖的不是鬼怪猛兽 而是人心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燃烧的夜晚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